接下來我們也是一樣看一些立體跟練習 就是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哪個東西會產生二氧化碳 好 碳酸鹽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選項A 鈉加水 產生的是氫氣 素酸加氫氧化鈉叫酸鹼中和 產生的是鹽類跟水 並沒有氣體 同加濃硝酸產生的是紅中色的二氧化碳 當初要你背過 所以也不對 所以只有豬選項叫做碳酸鹽加C酸 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OK 好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的反應是這樣子 反應是這樣子 好 請問你 哪個東西燃燒之後 叫做兩件事 一件事叫做 藍色會變紅 水水水會變紅 表示它會呈酸性 重點是後面還有一句 要使澄清水水變混濁 那你背過澄清水水變混濁 是什麼東西啊 二氧化碳 所以就問你 誰燃燃燒的東西會有二氧化碳 誰燃燒的產物會有二氧化碳 誰燃燒的產物會有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雖然可以做到前面這件事 潮濕的藍色是變紅 但做不到後面那件事 澄清水水變混濁 每代是氧化碳 氫氧化碳根本減性 氫氫燃燒是水是中性 根本不可能 只有酒精 酒精燃燒的產物是二氧化碳跟水 二氧化碳 所以會使澄清水水變混濁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那碳酸基納加醋酸 如果你有記得 我要你記得的事情 就曉得要產生的是二氧化碳 所以他就問你說關於二氧化碳 哪個敘述是錯的 哪個敘述是錯的 所以他這題就是在問你 他實際上是在問你 關於二氧化碳的敘述誰是錯的 但你必須要了解我 請你背下來的事情 要說碳酸鹽加吸酸 會產生二氧化碳 哪個敘述是錯的 陳小瑜 哪個敘述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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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 你做 好 好 他講話他的一些性質跟製造的問題 好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好嗎 好 好